三十元 大家都 把招招对过后好 如常用的美中用品都拿进去 还没30块做做 有情期间冲入水电箱 代替人买日本的三品 这个时候 一个月收入超过10万 配合股票 一年就可以缺100万 在高雄有法度买一间房 会比较保险 因为我自己喜欢刺激 所以我会买金融股 像当航海王那种东西 除了贪金 抵抗本金 左左把一半 较少许的收入 都拿在高市 根据林立银行的调查 只要老人 理财港股 以高票ETF 降55% 最多 再来就是保险 还有投资性的保单 降44% 这银行 因为很多上班族 现在觉得 银行的利率 已经被通膨给吃掉了 所以更让他们 愿意把钱投资在 ETF或是股票的组合上面 因此来获取一些 其他的利息 跟利息的收入 林立银行也发现 不像二回人 投资的心理也不像 45回以后的人 是较爱股票和ETF 45回以上是保险和定存为主 45岁以上的上班族 他们可能即将要退休 所以对于投资理财的规划 会比较保守 投资的方式百百款 目的就是要要 较多钱的 提升生活的品质 也是说够一些比佣金 在这个时代 要創作更多比当收入 让钱越来越大 民視新闻台北报道